大家好 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首先看看今天的新聞提搖 在本拿被開槍殺害19歲的張小森 並射傷另外一人的案件 今天在卑斯最高法院開審 庭上播放了一名女警 以國語盤問雍利嘉的錄影 雍利嘉在錄影中透露 自己在韓國過了4個月後被捕 然後被壓解到加拿大 之前在台灣躲藏了12年 雍利嘉今天身穿西裝 投足短髮 身認肥犯 採犯人難之內 平靜聽審 溫哥華市中心西端West End 一間柏民大樓昨天發生三級火警 火勢迅速被撲滅 幸好沒有人受傷 居民對於消防員可以即時到現場撲滅大火 表示感謝和佩服 起火的地點位於溫市中心 B-Jarvenue及Bill Street附近 時間大約是傍晚5點左右 帕民大樓15樓突然冒出濃煙 而且噴出火蝕 外面觸目驚心 幸好住客可以很快地逃離現場 並沒有人受傷 發生火警單位的外場 可以見到是燒焦了 由於消防員也可以迅速救援 鄰近地區並沒有受太大影響 相比當日起火的情況 今天空氣已恢復清新 鄰近社區已恢復平靜 現場也可以看到災後復原服務的公司 在大廈進出 望著做復收的工作 帕民大樓已開放給住客進出 今天清晨溫西市區 西五街夾薩薩薩薩薩的地方 也有一間房屋的車房起火 並波及房屋主層的部分 幸好沒有人受傷 接下來我們看看加東和香港的新聞 曼金市出現了個偷花大媽賊 她去年偷完一家人前院的花 今年又來再偷過 好似一年一度現歸來似 這個大媽賊出現在 馬克勤路和Major Mackenzie附近地區 是個亞裔夫人 她隨手就偷走人家門口的盆栽 她路過前院 似乎對植物很有興趣 逛逛一點看看 見沒有人 就向前把植物拔出 再淡定地離開 看她手法這麼熟練 原來已經不是她第一次發案 網友揭發 在去年8月的時候 她已經偷過當地住戶的一株植物 遇到這樣的偷花冊 貼標是沒用 最好就是報警 如果家裡裝了閉路電視 才是警方的保安錄影燈的表上登記 就可以有助警方更快破案 兩天之後 多倫多UniqloEthan Center門店 將會開售和Cos最新聯名製作的系列T恤 而昨天這款T恤 在中國開售的時候 出現了瘋狂的搶購潮 店一開門 大家就走貨境的速度 衝進店裡 大衣都未拉起 人次已經由門服爬進去 接著搶 搶 搶 還打架 衣服很便宜 人民幣100元一件 但這跟價錢無關 主要是設計師Cos名氣 據說 他寄了一張畫 今年4月賣了一億 而這次是他和Uniqlo最後一次合作 在UniqloEthan Center門店 6月6日初先發售之後 其他分店會在翌日 即是6月7日 全市開賣這系列T恤 每件售價14.99到19.99加幣 但到時是否會瘋狂到 像中國顧客一樣 被人當作笑話 鬧劫體 那即是很難說 希望就不會了 最近的NBA總決賽 多人多很多球迷都很興奮 會去到廣場一起看賽事轉播 但有冊人 竟然當這是好機會遲到行劫 在Mississauga Celebration Square 昨晚11點和11點半 前後分別發生兩宗劫案 兩名受害人 都是在球賽完結之後 人群散去的時候 在廣場與劫 被途遲到 要求他們交出現金 但由於廣場裏 有警方鑽手 劫匪走得不遠 就被警方拘捕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加拿大新樓 雖然越起越小 但起碼開完廁所 都有洗手盆洗手 在香港荷文田 那莎里道一座新樓 每層的衣室和F7房單位 廁所裏面都沒有洗手盆 要開門才可以洗手 發展商認為洗手盆這樣擺 廣場會看起來寬落一點 大家如果住這間屋 不單是魚刺後記得洗手 而是魚刺後出廳後記得洗手 接下來 香港有一宗非常不幸的新聞 香港一名市島的竹肉店女店員 威脅老闆娘600元 因為被男朋友出足還債 向老闆娘淋通渠水 再拿出一百八寸長的山果刀 撼足對副額頭 老闆娘受傷到地 全身鮮血 臉部發黑 她臉 頸和上身 有七成皮膚 受到三極程度全球化學燒傷 明顯毀容 受害人不但無法進食固體食物 和身體不適 王翠如結婚已經有一周年 她最近才報辦完婚禮 就說她老公在結婚越來越聽話 我們去聽她怎樣說 她結了婚之後 聽說她還沒結婚之前 那很好 我覺得是的 例如 例如 她很簡單的 就是 例如她每次 我們 即她離開香港 她一回到家 她第一件事 她先去抹車 她先去抹我的車 那 這件事我覺得她挺甜蜜的 還有 很老套的一行 但她都一直幫我吹頭 這件事 她每天吹頭 她每天吹 幾乎 幾乎 我覺得很多小事 令我感動 但是 那個日子 是不是你 特地選結婚的周年 其實我很想想的 但最後遲了一點 因為要 我爸爸要看那些 通性 通性 要責任 你回來會再擺 自己擺手 真的不會 因為所有的朋友 你們 我感受到你們的祝福 那我覺得很累 每一個婚禮 不是我們累 而是每一個出席的朋友 你們 大家 即我覺得大家要花一天的時間 我覺得 其實 我感覺到大家的祝福 我覺得夠 是的 很荒蕪地做一件事 我覺得 好像大家 大家其實已經知道你結婚又要再出席 我覺得好像 我不想浪費大家這一天的精靈 那有沒有成績做的謎人 很速做人 你留了幾天 未日 你留了幾天 留了幾天 留了幾天 留了五天 五天 我忘了 因為是五月頭的事 那我去完之後 我跟著就緊接她去日本玩 那跟著 因為她中間要回來做事 所以不能去一個長一點的 那你直接回到日本 不是 我回到香港再去 你之前再去日本 是的 去日本 再去馬來西亞找我的朋友 然後再去不同的地方玩了 全部都是很短三天的樣子 即這樣算不算是Honey Moon 不是 那會不會有Honey Moon 其實還未正式 她說Honey Moon在大埔搞 哈哈 又說 又聽了你說 不是 我覺得是整理她的 沒有所謂 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工作 就 逢親一放假我們都會去旅行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就是要專門這麼強調那個是什麼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就是我自己也覺得沒有所謂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